这趟长达五个半小时的颠簸车程 是在歌声和首语中度过 慈激志工早在发放前一天 从胡志明出发 先搭车南下两百多公里 在搭渡轮终于抵达两个发放地点 风尘仆仆为何如此迫切 这就是志工远道而来的理由 把即将发放给村民的太阳能照明设备 分解粘在黑板上 搭配越南文说明书 仔细讲解如何安装 村民们懂了吗 尽管如此还是得亲自走一趟才安心 太阳能板拿到户外吸取光源 转换为电能 灯泡亮了起来 四百六十三个家庭不再因为贫穷处于黑暗中 能证明能证明能读书不再是奢求 大海新闻 真上美之工 陈世林丹 陈宝之 云南报道 对大海新闻 对大海新闻